需要很好的篮球技術和身体素质吧 二加一就是说对方你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然后还把球打进了 所以就进球有效 然后再加罚一个球 等于说你这个球 如果你罚进了的话就有三分 这是一些平时训练的剪辑 我有很多很多视频 但是它太长了剪出来 所以就剪了只剪了一部分 这是在苏州的时候 这是在苏州拍戏 然后利用放饭的时间 然后就会玩一会儿 这是去北京做活动的时候 也会抽空去训练 然后这是在恒店临近比赛的时候 你看到我还戴着头套 然后那时候没地方练 也没有瑜伽店 就找灯光师拿了一个泡沫板 然后就在现场就直接练起来了 现场不是有的时候会有等待的时间吗 然后就会练训练 我记得我八月份八月底 恒店真的非常的热 就我每次练完之后 我还录过一个小视频 就是练完了之后 我鞋和我的袜子 是可以拧出水来的 就直接一拧 就是全滑啦啦的水 本来想剪到这个视频里面 后来想看你们觉得那是一条有味道的视频 所以就没欠进去 没好意思发给他们 我在鞋练的时候也找了教练陪我一块儿刻骨的训练 我的教练真的也帮助我 就是在上海的时候 就是在上海的时候 回上海的时候就会收拾 然后在我的司机师傅之前不会打球 然后天天陪着我连 天天陪着我连 然后他也变成一个篮球爱好 也开始会去打球 就这样 走起来 看房子 快点 这一条背 就能赠 calls 听的话 你 雲 这个轮胎大概 这个轮胎大概有多高 这个轮胎大概 在我的胸口高一点 应该有一米 到一米 之间吧 行鱼的话 要不要说新语话 我现在只记了一句新语话 怎么说